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经济角度去分析 圣诞节的庆祝有什么值得去说 我可以分两条线去说 第一件事 我经常觉得 很多外国评论都是 他们一定是看Fanxgiving和Christmas销售的情况 香港的圣诞节就是一个消费寒暑表 很多人经常说 香港的圣诞节的市场是否和经济状况有关 我先说了我现在观察到的事情 我再问你们 第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 不要说五年前 可能是十年八年前 即是金融风暴之后 即是2009年、2010年相比 现在圣诞节如果你要慶祝 订阅桌是容易了很多 以前我记得你要一个月前订阅 还有很多麻烦的 等一下再详细说 有些出名的餐厅想订阅都订阅不了 但今年我听很多朋友说 订阅桌都容易了 即不是那些最出名的餐厅 甚至你可能做一两个 即你现在打去都订阅 你说的是酒店部份 酒店自助餐以外的 即是比较出名的餐厅 酒店自助餐 以前一到圣诞节 我记得是千千声的 1200-1500元是很常见的 今年的酒店自助餐 基本上是和平时的价钱不会差很远 最多贵一两百 甚至乎你早订阅是有特价的 当然自助餐 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同 以前的自助餐和现在有一个一样的地方 最怕你走掉 走掉的意思就是 你订阅桌不去怎么办 所以以前和一些女儿去慶祝 订阅桌的自助餐真的很麻烦 你要特意去酒店 去付钱 买护士 或者放放放置 现在很容易 因为上网过数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的自助餐 大多数都分两场 五点半至八点半是头场 八点半至十一点半是尾场 其实价钱是一样 但做多一轮生意 享用的时间就短了一半 但费用现在差不多 我有问题 现在圣诞节一定是自助餐 我以前是吃圣诞大餐 十几道菜 几个小时 我小时候都是吃圣诞大餐 你想回忆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 但现在没有圣诞大餐 现在都有圣诞大餐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 我去快餐店吃圣诞大餐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茶餐厅都有圣诞大餐 一百零九元 茶餐厅都有圣诞大餐 但大家乐就没有圣诞大餐 我记得 快餐店是有圣诞大餐 特意将杂扒餐再加多几样东西 加少许火鸡肉 就变成圣诞大餐 因为我没有吃圣诞大餐 首先对我来说 每一天都是圣诞大餐 就是圣诞大餐 不是圣诞大餐 每一天都是三十只 三日不是三日 我不是特别过的 但是 你不会庆祝特别的节日 是的 但是圣诞节 我多数都是吃中餐 圣诞节 就免得订位 等于做冬 你就吃西餐 做冬 不是做冬 我哥哥订 所以我不存在 我哥哥订 我哥哥搞定 所以我不是决定做冬 这个问题 但是通常我都调 他这个就是好经济 这个我留在后面再说 但我想问你们 你们觉不觉得 今年如果 首先说设计自助餐 我到大了 若女去吃 设计自助餐最好的地方 是什么 不用想吃什么菜 而且去吃酒店自助餐 通常的感觉都很大 最容易不用想 反而要找一间餐厅 要想吃什么 其实我大了 若女去吃 会去吃自助餐 为什么原因就是这 我就刚刚跟你相反了 我就觉得从来是 你想想吃自助餐 就是不用想 就是跟女生去吃饭 就是很没看法 很没品利 就是怎么样 就是好像去到任你拿 你真的不想想我喜欢吃什么 你都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就没理由去自助餐 这个也是我心里没有说出来的 但是 哎呀 港女 你贵就已经觉得好 千多元你都跟我去吃 你一定很爱我 不是这样的 什么自助餐是千多元 我都说圣诞节买自助餐 就要千多元去以前 这些是血淚史 你真的不要挑战我 那时候就狠狠狠 拿1200元去一个人 狠狠狠去酒店 或者哪间酒店去买 最早一个几两天才去做 你不要这么说 就是现在少了人去逼吃圣诞餐 是代表经济差了 不一定 你想先说 我想说 因为这几天已经开车 已经开始少了 很多人 香港几十万人外游了 而且至于有了廉航之外 更加多人外游 那你随时两个人 你随时吃一批 以前聖诞节 聖诞节季节的机票 贵一倍 那你3000元就变6000元 现在廉航 最多是1000元变2000元 那个差距也是小 你坐廉航 不如去廉航 坐廉航去东南亚 那些更便宜 是不是 所以现在的人 这个经济参考指标的指向性 就没有那么强 固然 如果这几年 每年最多是少 因为是一个trend 每年相差几百分比 但是经济差了 大家真的没有钱 不同的是什么的时候 贫富愿述就是 所有中产 只有最穷那班 最有钱的班 是没有变的 香港最穷那班 可能是生活好了 一路都最穷那班 即是洗碗 洗碗更高出协 如果你妈妈还要洗碗 每天都收成脾气 你住公屋 可能经济环境更好 经济环境更好 是 经济环境更差 很有钱的人 又没有什么影响 很有钱的人更有钱 因为现在的楼价 升得这么厉害 那些很有钱的人 拿着十顿大厦收租 他们会更有钱 所以问题就是 吃炼大餐那些 真的是中产的 那你就会出现问题 那班人是 无论是楼价升 楼价跌 所有的东西 都一直在削弱 你怎么看 同意大师说 有些人飞走了 飞走了 除了旅游的成本低了 除了市业不好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有 某程度上 就是请假是否容易了 是 那些人是不是 工作不是很多人 都是要回到公用假期 才能请假 那已经多了些年轻人 原本可能是 吃炼大餐的顾客 那他现在的工作 自由了 相对容易调假 有一群人 所以早的时候 整个圣诞节都差 不是 不只是聖诞节 所有的节奏都差了 很多人都奉行我 每天都是聖诞节 只是聖诞节 不是聖诞节 以前的人 十年都可以吃好东西 聖诞节就算是吃好东西 但那些人每天都吃好东西 每天都吃好东西 结果反而聖诞节吃好东西 那个要求就小了 是的 以前的人 我们小时候 多喜欢吃月饼 吃了 月饼 现在是等的 这个绝对对 而且回应大师的说 通常吃的聖诞节 又好 又或者没有亲自吃 都没有亲自的餐好 都是给一些不太好 质量 质量的质量 你肯定光顺 是的 整定一大堆 开始有些人察觉 这件事 你聖诞节的聖诞大餐 反而质量比平时的大餐 比平时的质量更差 肯定 很多人请假 所以 可能跟你说一致 他不仅不加价 还宁愿做多轮胎 就是吃那些 都喜欢吃那些 就是真的因为 扣女 扣女好 或者家里有某些原因 小孩说想吃好 总之不是他想吃东西的 是因为聖酬身边的人 就是为了满足节日的快乐 平平地吃了它 我在1996年 在加拿大过聖诞节 第一次 就是那几个 在加拿大过聖诞节 然后一入到餐 大件事 大件事 聖诞节 在聖诞前才计算 就计算了 那便计算了 一发现 原来加拿大都计算了 而加拿大是有几个聖诞 是的 外国人很多都是家里的 是有几个聖诞 每个人都吃聖诞大餐 所以这件事绝对无所谓 我想整个节日 不是聖诞节 是所有的节日 都大件事了 就是中秋节 所以你走出街 完全没有聖诞气氛 那些人说 我不知道 因为我聖诞节 没有去深圳 那些人没有去深圳 那些人没有去深圳 那些人真的去深圳 她有钱的 那个女孩子和家里 有钱的 她说我和爹地 爺爺 一起去深圳过聖诞 不过深圳过聖诞气氛好些 但是深圳说给你听 都是提外患 有一件事不好的 就是她不可以给人倒数 不知道 新年而已 新年给倒数 为什么 她几年前开始 她不被聚集好 她聚集好多人害怕 聚集好多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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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大陆那些 那些呢 中国那些制度真的好些 她可以做什么 她什么都敢做 尤其是没有办法 全国所有的位置 都撞到監控 你没有去扶 她觉得这东西是开房子 为了找 她做什么 你全部都没得抗议 好了 另外一个话题 周显大使有说过 聖诞节 我都不用慶祝 那就吃中餐吧 凯文也说 聖诞节我都不慶祝 我不是很慶祝 这个就是因为 曾经有人提出一个概念 这些是很经济学的角度 去看待慶祝节日 所以我立刻问她 因为我爸爸做东西是吃西餐 因为她的角度就是想 做东西是吃中餐 吃西餐就一定不需要乘桌 而且食物可能会比较好些 接着我爸爸就会去聖诞节去拜山 没有人都不需要排队 多好多开心 聖聖人笔 田菜拜山最好 其实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其实在经济学角度 甚至很多经济学家 都不会慶祝节日 因为慶祝节日 就是最不容易 要花最多额外的程序 去做这件事 所以千万不要跟经济学家拍拖 因为他们一点都不浪漫 首先 我们这里有个经济学教授 我就想问你 你是否真的会不慶祝聖诞节 以及你是否真的不浪漫 所有人跟经济学教授拍拖 就是会不浪漫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当然不是 首先 你有没有慶祝聖诞节 我有慶祝节日 是 那是否慶祝聖诞 就视乎女孩有多想慶祝聖诞 首先 是 视乎女孩有多想慶祝聖诞 第二 就是视乎我有多紧张这个女孩 successful rate 都是一个经济学来的 就是说 假设我慶祝聖诞节 可以成功到 确认到女孩 那就是慶祝聖诞 这个就是 聖诞平安夜 从来是有剽朱夜的说法 是 就是你在平安夜的时候 基本上 那些女孩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假设你觉得有 successful rate 的时候 那你就一定有平安夜做事 对不对 所以那个说法 其实不是很了解 现实世界上的真正的乌 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家 对老婆的话 你确认要实行这个制度 因为那时候 也未必是 不是 就算是对老婆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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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什么反正 如果他搞得你很烦 家族和弊 很多人就不明白 因为经济学和钱有关 不是 cost 不单只是钱 如果因为你和你老婆 庆祝少一次圣诞节 令你烦足几个月 那我宁愿庆祝圣诞节 对不对 另外一件事 就是圣诞节 那条女孩 如果她想庆祝 那就庆祝了 如果她想庆祝 如果她想庆祝 有这样的方法 这个圣诞节 圣诞大餐 现在就是 她的家庆祝了 现在 我给你三千元 你选择千多元 我给你三千元 你自己选择去哪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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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择去哪里吃 那条女孩自己决定去哪里 那条女孩自己决定去哪里 那也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因为问题 就是条女孩觉得 那三千元我却硬你 但除了那三千元 我还要浪漫 所以你所有东西都要帮她 所以我觉得 最终 为何有那个看法呢 其实就有两种经济学家 一种 就是没有钱的经济学家 一种就是负担得起的经济学家 一种就是负担得起的经济学家 那你说要 我又喜欢条女孩 你又想我和你庆祝的 我就和你庆祝了 我为什么和你 扭那么多 这种是有四床学家 一种是有女的经济学家 所以 现在是有钱给你 没有女的经济学家 没有女的经济学家 就会想起这些事情 有女的经济学家 就会和你说错 现在是有钱没有女的经济学家 就是有钱有女的经济学家 因为有钱有女的经济学家 其实是有很多方法可以用的 但没有钱 又是有女的经济学家 其实就很难想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总结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你女的可能自以为是经济学家 你做一个经济学家 为了要自以为是经济学家的女的 你便要跟她的逻辑去想 然后和她一起 不兴奏圣诞节 所以最后 都是一种经济学家的思维 其实真的是 到这种经济学家 你只要 那些钱是由你女的持续 譬如你和你老婆 你这些钱全部给你老婆 你老婆决定 她自然会想出一些 很有符合的经济学家 她未必会和你吃圣诞大餐 只不过她没有空前 我又要再次跟证 证明周显大师你的女 都已经选过 复复贴贴的 女是不会由她作主的 女一定是由你作主 而你作主 还要是符合她的心水 这些才叫做真正的港女 你不明白 是的 你这些真的不符合 现实世界的港女 这不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想法 而是不符合现实香港的港女的想法 好 不过今次就到这里 祝大家圣诞大餐 下期再见